斷层两节特斯拉停放在旁边广场停车隔离 车头已经被烧到变形 这台Model Y Performance 从6.5公尺高的路桥上坠落平面道路 车身中间断层两节 像是被刀子切开一半 车头车尾分离 特斯拉专家认为可能是底盘刚好撞到尖锐物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动车最脆弱的地方是在底盘 它虽然是旁边都有大量在做保护 可是因为电池本身就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车子在设计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在底部的时候 再做一只非常粗的一个大量 电动车底下有满满的离电池 本身较重有厚度 比起一般汽车来说设计不同 会加强车身四边保护 因此底盘较为脆弱 一旦动力系统被撞到了会断电 轮胎被锁死 车头也不会往前冲 一个短路的影响之后 他们就会做一个力气性的断电 那断电之后基本上它轮子就会卡住了 那车子因为它没有电池的厚度 所以它底下的排气管那些都是在车外的 所以它底结构性其实会比较强一些 专家也说特斯拉内有7000克离电池 温度来到180度时毁自然 因此被断成两节的model Y performance 起火燃烧 消防人员建造一个简易水池 借此让特斯拉降温 电池几乎90%以上都是在底盘 那底盘只要受到撞击 正部级有搭在一起 开始燃烧之后 它就不会停止 就会燃烧到能量全部释放 电动车一旦受到撞击 很容易起火燃烧 最危险就是电池 像是去年5月台中一起酒驾车祸 特斯拉的model Y被护栏化开 连电池结构都被切开 一颗颗散落满地 一体铸造铝合金 兼顾结构 也有撞击保护 测试铝货五星 不过一遇到车祸 撞到较尖锐物体 尤其又从下方往上撞 车身一样会被硬生生切开 东森新闻张旧和林轩 台中报道